大家好我是楊啟生 那今天要來教大家什麼勒 很多人在問我就是 如何使用Teams來發送通知嗎 用Power Automate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在Teams裡面 你可以tag使用者或頻道團隊來做通知 這樣他就會強制跳出訊息 那怎麼用Power Automate做的 那我們今天來試一下 我們先來demo一下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怎麼用Power Automate tag使用者頻道還有團隊 那我們先試一下測試給大家看一下 好我們這樣好了 你看這個我們這裡你看 我這邊手機這裡就跳出一個 跳出一個活動我點下去 我剛才就是tag了2000配 疫調回報這個 這現在是做使用者提醒 那我們如果在團隊 好我們再來試一下 這個中指 好我們現在用團隊通知 來測試一下 等一下這個使用者 這個 下1 好再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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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跳出來了 在上面這裡 它是tag整個團隊 如果我在團隊裡面這邊看 它就會在一般裡面 你看 第一次是我tag 第二次是我tag Power Play Phone教學 這是整個團隊 然後我還放了一個 這個疫報回到系統連結 那如果我要tag channel的人 頻道的人 一樣 我先把這個中指往下拉 好我們再測一次 好執行流程 跑得有點慢 好 看一下它跑了沒 有了它其實已經跑了 最下面這個 頻道通知連結這個 那其實我的 Firefox裡面應該也有 你看這邊 都有被tag到 都是這個 兩千倍 那我們先教大家怎麼做tag使用者 tag使用者是比較簡單 好那我們建立一個新的流程 我們先用即時的雲端流程 好我們來寫答一下 好我們來寫答一下 教學tag tag teens 好 那其實 要tag使用者呢 我們要先做一件事 其實在 teens裡面 我們要先get user profile 這次直接打email 如果 你公司有多個網域的話 你就會 一定要這樣子做 首先你要先取得使用者 這個設定檔 然後呢 一樣我們要去teens裡面 teens裡面有一個就是 取得使用者的 提及權杖 所以我們這裡要使用者的識別碼 好這樣儲存 然後其實這樣你就可以傳送teens tag它喔 一樣我們來teens teens teens 我們有一個 post 這個 貼訊息 那它會說要 張貼流程機器人 還是 什麼powerboard 這新的喔 還是使用者 一般我用使用者 好 你也可以用流程機器的喔 我們試一次用流程機器人 看我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們一樣 張貼在這個channel裡面 頻道 那它會叫你要選在哪個頻道 那我們選 power platform的教學 那一樣我們選 一般這個頻道 我tag了你 然後你就把這個 使用者全上這個 點進來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喔 等一下喔 它要認真 好 基本上你tag之後 呃 我開喔 這個好了 你看我這邊就有被tag 它就要用這個 透過powerment代表tag你 就會像這樣子喔 好 那 這是最簡單的 那我們要怎麼tag這個 頻道跟團隊 我們回到我們的 跑automate裡面 好 我們要做一件事 等一下 好 我們回到 automate 按編輯喔 那我們會tag個人了對不對 那 我們先 來 交 這時候要交一個叫做 大家有聽過 race API嗎 打錯了 365 那我們今天要用這個 send http request 傳送http要求 這是微軟的那個graph API 你可以傳送 API 然後它就會回傳訊息給你 那因為在頻道跟團隊裡面 只能透過這個來執行喔 那我們直接教大家怎麼做 那首先 我們要先把這個 這個網址貼上 好 那我們先這樣貼上喔 然後先儲存 那稍微給大家看一下要放什麼 它其實這個網址是固定的喔 那我們其實要團隊的ID 還有頻道的ID 這兩個關鍵的字喔 關鍵的東西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先開一個新的記事 好 好 那這邊我們先 一樣在這裡 我們要用teens裡面的 teens 這個 列出小組 列出list 不對不對 不是這一個 應該是 列出頻道 停 停 停 是 這個 列出頻道 我們為什麼要這個 我們先要小組識別嘛 這個power platform教學 好 那我們 不管我們就測試一次喔 那這下面的 好 沒關係就直接測吧 他說 他還會再tag一次我那個 楊千配那個使用者 好 所以我被tag就跳出訊息了 他跳出錯誤 因為這邊 這邊是有錯的 沒關係 我們現在 重點是在這裡 好 我們要的是什麼 你看喔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我要的是這個 ID這裡 這裡 這裡會有一個ID 有沒有 我們把這個ID 摳下來 好 這是頻道 ID 然後 好 因為我們要貼在這個上面 這樣就好 這是頻道的ID 那怎麼知道你的 那個 我們要兩個嗎 你看一下喔 看一下 我們要團隊ID 團隊ID 要怎麼找咧 團隊ID 其實回到你的teams喔 你看你這一般裡面 你這個 點點點點下去 取得頻道的連結 你把這個整行copy 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你看他注意 其實 頻道ID 也會在這裡 其實跟這裡一樣 但是他這裡的 帽號變成百分比 然後這邊的小老鼠也變成百分比 所以是唯一的不同 如果你知道可以直接call 那團隊IP 再來就是這個groupID 所以我們要call到這裡 這裡到這裡為止就好 and前面這裡 然後我們把它貼下來 這是groupID 這是channelID 就是頻道ID 好那我們就先把這個groupID 到我們的這裡 那我們把團隊ID 就是groupID 貼上去 然後channelID channelID也要貼上去 頻道ID 頻道ID copy 一樣喔 我們這個頻道ID把它改掉 好 那這個方法要用post post的意思就是 就是貼上 好 好那本文要貼什麼 本文要貼 這邊的 好我們先貼這個 TAG整個團隊的通知喔 那我們先把這邊 上面這裡 這裡 複製貼上 好 好 複製貼上 那這裡的ID啊 這個 你就照抄就好 那記得有一個東西 一定要一樣 這邊這個 這個body content type 這都不用改 這content裡面 在atid0後面 有個power platform 教學 跟下面的mention text power platform 教學 這兩個是一定要一樣的 這可以改掉 好啊 例如說 改成我的團隊 那這一個是什麼呢 這個其實就是 我上面的那個 group id啊 團隊 id啊 看是不是一樣 284的 b6 有沒有 284b6 這裡有一個ID 所以這邊 要一樣喔 那其他都不用改 那有一個地方 這裡要改 因為我們是mention 是團隊 所以是team 這樣就可以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好啊 這個這邊 後面的內容 也可以改啊 看你喜歡什麼 就改什麼 例如說 我把這個圖示改掉 我改氣球好了 好我們來測試一下 他發現錯誤了 來看一下喔 http request hostman 看一下哪裡錯 應該是這裡多了一行 所以大家在複製的時候 要注意喔 那還有一個 剛剛我們是不是都用 這個 如果你是用聊天機器的話 會有另一個問題 我等一下跟你講 我先把它測試完 那剛剛 把這一行砍掉 我們來測試一下 耶 哦 哦 啊 沒關係 這個先拿掉好了 不需要 測試 那列出頻道其實也不用 因為你剛剛已經拿到那些ID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會收到一封 有沒有 你看我剛剛改成氣球 我的團隊有沒有 然後他還說 下面有成員有18個 頻道有3個 然後這是 異調回報系統的方式 點了你就可以點進去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哪裡的不一樣 如果這個是我的 teams喔 如果你用機器人發的話 不好意思 你沒辦法刪掉 你不能刪除 但是你如果是我自己發 就有刪除的按鈕 好 這唯一的不同 但是這就是我不喜歡用機器人的原因 因為你如果在測試的時候 你刪不掉 好 好 那 團隊的 通知其實已經OK了 這個是列出 傳送團隊 好 那頻道其實很像喔 頻道其實幾乎是一模一樣 那我們來試一下 一樣 一樣是 365 這是 它的 grave API 那一樣 我們上面這個 就可以造口了 那一樣改成Pose 其實內文也幾乎是一樣的喔 就貼上喔 唯一的不同啊 你這個可以改掉 像 這其實也都可以不用改 當然我還是改 我的頻道喔 那 這個ID要改掉 ID你要改成你的頻道ID 還記得我們頻道ID是那個嗎 這個 19這個 到 這裡 還有一個地方要改掉喔 就是你這個 conversation 這個 這要改成channel 好放大一點 就這樣而已 好那我們氣球把它換掉喔 換別的 完成 完成 這個好了 好來測試一下 所以我現在等一下會收到兩個 一個是頻道 好 我其實已經發了 你看 這是tag整個團隊的通知 有沒有 成員 那這個是頻道喔 是一般喔 有沒有 這是頻道 所以它其實不會顯現了 好 那我們就 OK 那這樣其實你就可以tag使用者 頻道跟團隊 那我們追加一個bonus 好了 我們來教大家 怎麼 上次那個 疫調未回復的 你未回復的人 我全部tag 我全部tag你 在頻道裡 然後發送通知 我們來做這個喔 那我建立一個新的好了 你可以用排成的方式 例如說 每天晚上7點的方式 就不回 但我先用這個 手動 好 我們在做之前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檔案 今天是1月25號 所以它產生了一個1月25號的檔案 那我們剛剛在tag使用者的時候 其實我們需要email 所以我在那個template 範本檔案裡面加了email在裡面 現在大家都是未回報的狀態 好 那我們回到我們流程 那我們要做什麼 你可以去你之前做的地方call 你就是列出沒有回報的 如果你之前有做過的話 如果沒有做過的話 我會貼連結在影片裡面 你可以自己去看喔 好 我們先測試一下 儲存 然後測試 好 等它跑一下喔 其實很快 只是 電腦都慢慢的 好 它跑完了 我們看一下 其實它就會列出這些沒有回報的有沒有 它的email也會列出來喔 好 那我們要做一件事喔 在這之前 我們要加一個變數 變數怎麼那麼慢 好 跑出來 那我們要這個 初始化變數 我們叫 varmail 子串 好我們先儲存 好我們要取得那個 一樣嘛 GetUserProfile 取得使用者的Profile 為什麼咧 因為我們要抓它的那個ID 那 這時候 它會找不到 那 加一個這個 apply4each 好我們要這個 Excel的Value 然後這個使用者拉上去 好 運算是 rite 好我們要抓它們的email 好我們來試一下喔 好 我喜歡做一做 然後就一直測試 也許有些教學不會這樣 但因為 你要測你才知道你做的結果到底正不正確喔 它可能要跑個十幾秒喔 好它跑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 哦 它這樣都可以抓到它的資料 我們要它的ID嗎 記得嗎 識別嗎 這個 好那我們要它的ID之後 要幹嘛 我們剛好初始化了一個變數 好我們要把這些值貼上去 附加至至串變數 應該叫ID啦 VALID 那先不管 好那我們要做什麼 那我們要做什麼 at 因為tag其實是用小老鼠 就是at 然後我們要把ID放上去 所以要把識別碼放上去 好 就這樣 就這樣 好然後咧 現在我們再畫 teens teens 嗯 貼訊息 我們要用 我不要用流程機器 我想要用我 然後再 頻道 一樣 你選一下你的頻道 好 好 channel id 用general 被tag的人 趕快回報 B掉 現主持還沒回報 回報了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變數貼上去 好我們測試一下 看看會出現什麼樣 是不是會完成呢 還是出現錯誤 好讓它跑一下 好 好 它跑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執行的結果 會長什麼樣子 嗯 我開楊謙配的好了 好 你看它就這樣 配tag的人 趕快回報B掉 現在 現主持還沒回報的人 就是這些人 那你看 這是我 楊謙配 因為我這個帳號是這個 所以它亮紅色 這些人全部都被tag了 是不是這樣 這樣的話 其實用teams 通知有個好處 因為email 其實 大家都不會肯 那 teams 你如果手機有雙的話 就會像我剛剛 手機顯示一樣 會跳出通知喔 而且tag 會強制通知你 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教學喔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幫我按個讚喔 然後 訂閱 謝謝大家 那如果你有什麼想問的 請 歡迎 留言喔 跟我說 這樣我就會分享給大家 教大家怎麼做 謝謝大家 掰掰